杭州萧山湘湖购物中心北边有一个店铺原先是修车的 现在转给了另一位老板也做汽车维修保养 廖先生给店里做装修已经完工 7月23号早上10点左右 他开车来拉东西把车停在了店铺边上 我是进来车子停在这里准备拉东西拉工具 我尾巴已经收好了我就来来收工具 有些多的材料我准备拉走 廖先生说他刚进店没几分钟就有人让他移车 有个人说看到上面在施工 然后叫我车子移一下 我准备出来移 我住上去去看 布里砸破了 当时撞击的点在这里一块布里砸破了 然后整个都裂开了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尺寸的碎片 我还在移留在这里 跟那个尺寸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然后隐形盖的话这里油漆也滑掉了 那你当时是在这个店里面 对我在这个店里面 没听到声音 没听到声音 廖先生当时拍了视频 店铺门牌的上方有个平台 平台上架了一把梯子 上面有一名男子 梯子边上还挂着一个塑料桶 廖先生的车是一辆吉利佳绩 当时就停在男子施工位置的斜下方 前挡风玻璃上有一个撞击点 向四周裂开 我叫他下来看一下 他也不理我 他也不下来 然后后来我就报警 然后警察来了 叫他下来了 叫他几次才下来 他承认吗 他承认呢 警察那里都有视频的 都有记录的 我说你下面有车 你说一下嘛 我说我人就在移面 你叫我移一下 那我肯定要移的 是不是 他刚刚这个尺寸怎么会掉下来的 他在轻移那个尺寸 本来尺寸要掉了嘛 他就轻移的时候 不是产的时候 轻移一块尺寸掉下来了 他说有一块没接牢 然后砸下来的 他砸下来他也不跟我说 廖先生把视频发给了修理厂 对方回复 原厂的装好要1900块钱 品牌的装好要1000块钱 廖先生说 时工人员让他找老板 后来老板也不来 我问他他也不来 然后后来的话 他就说叫我找物业 物业的话他也是说 他说跟他 跟那个老板协商一下 协商他说老板说不赔 然后物业他说给我500块钱 500块钱肯定混不了呀 对不对 我隐形该的油漆也滑掉了 我都没说 我说你部里铺了 你肯定要给我混掉呀 他的责任的话 如果你这上面施工 你要么就下面有人看牢 要么就是拉个线拉牢 是不是 如果你线拉牢呢 那砸破了那是我的事情 他干活提前通知我也好的 如果我不移走 那你那砸破了那也送我的 找到杭州萧山 湘湖购物中心物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这段时间 园区里正在进行外力面改造 廖先生没有把车停在车位上 其实这一直以来园区在施工 我们也都有张贴 就是车辆不要靠近 就是强体这一类的 那么这个车主呢 也是可能是为了方便 也是这样停在了那边 那发生了这些事故 那也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现场转了一圈 廖先生当时停车位置的四周 没有看到相关告示 在另一条通道的墙上 隔了六七米 张贴了两张告示 上面写着高空作业 小心油漆等低落车上 车辆请远离大楼 停在停车位上 否则后果自负 商场物业方面表示 施工方老板前两天去河南了 刚回杭州 他们会帮廖师傅协商 我们物业呢 也是从中协调的 先让车主 就是自行去修理 那么后续发票之类的开过来 那我们后续给到我们的话 就是我们跟施工方进行协商 这个费用的问题 那事情也会得到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谢谢大家 咨询 是人是神的 所以这事 还是算了吧 感谢观看